另外一个大背景 我就是说美国首先它是 目前来说它不太会 容许数字货币 这个完全在失控的状态 所以美国政府它本身就是要控制 第二个什么 这个逼安赵长鹏的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中共 中共跟美国 这个背后的较量 那最后达成了交易 也是最后他们就是达成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中共已经放弃它了 哎呦那就放弃了 实际上现在对它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就一个放弃它了 就是它现在只能拿钱去换他一条命 至于后面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中共不会就管它了 它现在完全是只能说靠它自己 再说第二个你要想想 你在美国你交43亿 交交罚款保持金 我们保持金跟那些就不算了 我们就说它罚款 你在美国被罚款 你说其他国家会不会来提出你 那很有可能 如果是欧洲或者是 它所有的这种商业的合作伙伴 在其他国家都有可能 对 因为在币安 它在很多国家都是有营销的 都是有甚至有办公室等等的 那你其他任何国家都可以起诉你 你日本起诉你 给你要20亿 欧洲哪个国家起诉你10亿 什么韩国 什么新加坡 或者说其他澳洲新西兰起诉你 你有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美国只是第一步 或者说我们的美国只是第一 这个老虎先咬你一口 那个后面的狮子猎狗 什么都排队的 所以他在美国在监狱 他是最安全的 你出去一下 你看那结果是怎么样 在中共的话一定要追杀他 一定要把他消灭 所以说可以预见的这个结果是 就是是是是是怎么样